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N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是 《余音时回忆录》 这是云珍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的信书 云时作为一代的历史大家 他对于自己的生平 在这本回忆录里面 等于动用了 他的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把他自己一路 作为一个人 究竟他的思想的系统 他的思想的决断 他的生命的态度 是怎么来的 做了一番的探究 在这个探究的过程当中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 其中一个是 他认识共产主义 因为他的反共的立场 所以这一段 不只是在解释云时 他后来为什么会有 这么坚持的反共的立场 另外也作为 那个时代不一样的人 他们如何看待共产主义 因而对共产主义 有不同认识的 其中的一个典范 在这一段 他就是直接标题里面 称之为叫 我认识共产主义的过程 云时的回忆录里面 他说 我童年有系统的记忆 是从抗日战争那一年 1937年 那一年他七岁 他回到了安徽的前三观庄 那是他的家乡 不过在乡间九年 我从未听过 共产主义这个名词 我只知道 陈独秀和胡适 是两个著名的文化人物 但陈独秀 又是共产党的创始人 我便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大概是因为 乡间没有什么 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根本接触不到 城市里面 流行的新思想 新名词 潜山县处于群山当中 观庄乡更是必赛 但是我们乡下人 却和共产主义 关系密切的武装势力 结下了不解之源 这次势力就是新思军 所以这是他年少的时候 跟后来许许多多知识分子 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他不是从知识上面 不是从共产党的宣传上 接触到共产党 他是先接触到 共产党外围的 其中的一个武装的势力 这个武装的势力呢 有一个叫做高静廷的 从河南串到安徽的盗匪 所领导的 所以这个盗匪 他挂着共产党 挂着红军的招牌 但是呢 做的都是为非作戴的事情 所以在回忆录里面 云石特别提到了 这是有史料证据的 1935年2月15号 在关庄 乡人称之为叫做215事件 这个高静廷呢 派了图众500多人 到附近的乡村绑票 稍微有一口饭吃的呢 都被抓去 一共有300多个肉票 逼这些肉票呢 共同缴纳10万银元的赎金 这300多个肉票 全部的家产 加在一起 绝对都没有能力 可以缴纳10万银元 所以在勒索不税之后 绑匪大怒 就把这300多个肉票 集体屠杀了 后来只有两个 年纪较小的侥幸逃脱 把屠杀的真相传了出来 这215事件呢 不仅盛传在 云石的家乡浅山 而且震惊整个南方 上海金报 南京中央日报 都有报道 因为这中间 还有一个死难者 叫做余怡密 他是安徽的重要的人物 怡密先生 与我同族而长一辈 也姓余 所以跟余先生 跟云石呢 是同族的 他是清末拔贡 一直任地方官 从支县到道颖都做过 民国以后 他在安徽省 很受推崇 最先被选为省议员 后来选为省议长 后来转入行政部门 先后出任财政厅长 政务厅长 并且一度护理 安徽省长 他的官身既好 为人正派 由于清廉为人所尽 1930年代初退休之后 由于经济拮据 他住不起城市 所以呢 从安庆迁回前山 他的被害特别惨烈 除他之外 一子一孙 同时遇难 当时报纸对他一门三代 被杀的事情特别渲染 然后余先生要在 回忆录里面特别说 我这样介绍 余艺密先生并被处于 宗族之思 最近编程的遣散限制 有他的传记 并无一字贬次 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两件事情 对应对照在一起 其实对于我们了解 中国的历史 这一代的人 又非常关键 这一代人其中包括 有不少 后来是来到台湾的人 意味着他们有一种 不一样的经历 这种经历 尤其是如果在国共之间的话 意味着他们是切实的 经历了国民党 当时还有光环的那个时代 国民党的光环 是从北伐开始 然后到了1928年 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到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 在这个将近十年的时间 叫做黄金十年的时间当中 的的确确 那个时候的国民党 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包括当时加入在国民党里面 像是余异 这种代表国民党 在乡间任官的人 他们有一定的素质 他们也在当时的乡人的心里面 留下了正直的这种形象 所以他们对于国民党的那种服从 并不是来自于对一个政权的服从 而是来自于那样的一个黄金时代 所留下来的辉煌的印象 相对应的 他们在苏北 在越南 或者在附近的江西这个地方 他们碰到的是共产党势力的事实 共产党势力的现实里面 就包括像高静廷这样的一种人 这样的人 他在乡间所做的 为非作呆的这些事情 因此相对应对照 就会显得反而跟后来 在普遍中国所产生的印象 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换句话说 共产党对他们来讲 不可能是理想主义者 相对的反而是国民党 还留下了那样一种 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素质的 可以被崇敬 或者是可以被肯定的部分 所以云石在回忆录里面 他也就这样说 他说 如果新士军第四支队 作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在浅山一带 具有代表性的话 他留给当地百姓的 主要是恐惧 而没有一丝一毫理想的向往 整整九年间 从未听说这支武装力量 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一个新世界将取代旧世界而兴起 一直要等到1946年 重回城市 去了这个沈阳 然后接下来回到北平 我才知道 有共产主义这一套理想 并且有人号召青年 为这一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但是不巧得很 由于这样和我居住的地方 第一个城市是沈阳 这个理想一开始 便在我心中 照上了一道阴影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到沈阳 是苏联红军撤走后不久 而苏联 则是共产党的红军 他的奸淫掳掠 在整个东北 已经激起了人民 普遍的愤怒 所以云时居说 我最早正式接触 共产主义的理论 是从沈阳 迁回到北平以后 1947年年底 沈阳已经在 共军包围之中 我们不得不离开 在北平住了11个月 华北局面又重到 东北的覆车 于是全家又离开北平 流亡到上海 因为这种非常具体的 生命的经验 所以云时对于共产党 对于共产主义 不可能有任何的幻想 在中共建国了之后 云时还有一段时间 他留在北京念燕京大学 在念燕京大学的 这一段过程当中 另外又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他写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在回忆录里面 他告诉我们 那一段短短的 在他离开北京 去到香港之前 他有一度参加了 叫新民族主义青年团 这新民族主义青年团 当然也就是共产党 吸收当时的青年 尤其是知识青年 最重要的一个组织 88岁的时候 云时就这样说 他说他回顾回想 在一辈子的漫长的时间当中 从来没有参加政治组织的意愿 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时候 他的父亲 于邪忠先生 也一再的挽谢 加入国民党的邀请 爸爸的态度影响了他 但是唯一一次的例外 就是1949年10月 中共成立了之后 没多久 他同意 申请加入 新民族主义青年团 他在挥录里面说 经过自我分析 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因素 是我最后同意 申请入团 一是我性格上的大弱点 往往因为顾全情面 不能斩钉截铁 对他人的要求 一口回绝 我总觉得人家是一片好心 应该极力避免 让人下不了台 这就留下了鱼戏 让对方永远觉得有机可乘 第二 这个时候他就真的是 真切的自我反省 他说 第二是虚荣性 我并未以入党或入团为荣 但是看到团组织如此争取我 认为我有很高的 为人民服务的潜力 一种自我陶醉的心理 不免再遣之暗掌 我记得被说动了之后 一连几天 曾在宿舍的人 走廊上来回走动 低头哭响 相似的同学都看得出来 我有满腹的心思 其实这是内心在进行 当时所谓的思想斗争 就是到底要用什么样方式 来报效国家 报效党 加入了党之后 究竟要做什么 这是他在人生当中 跟共产党最接近的这一段 不过这一段后来带来的毕竟仍然是幻灭 怎么样幻灭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继续告诉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林凡 可是这书上都说了 爱是很久仍然 耗尽我所有 却更加耐人寻微 让我变得更淡定 繁忙和一成不变的生活过后 轻松自在的生活 你和我都渴望拥有 转到收音记忆里的这个朋友 FM93.1台北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广播电台 感谢您去收听杨造坦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他播出到九点半 我是杨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他介绍的是 余英时回忆录 余英时回忆录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段 是在写余英时 跟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当中共建国了之后 当时余英时 他在燕京大学 念大学二年级一度 他曾经加入到了 共产党里面的 正式的组织 这是一个青年组织 当时称之为叫 新民族主义青年团 但是入团 甚至对于云时 他在回忆录里面反省 都是一种虚荣 认为原来组织跟党 把我看得这么重要 还要争取我入团 可是真的入团之后 连续两件事情 就让他对入团的虚荣心 打了折扣 而且让他反省 以及清醒过来 第一件事情是 什么叫做组织争取我入团 你发现说 统一申请入团之后 不是组织就开始调查你 这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 因为我以为组织 对我有了充分的认识 才发展我入团 原来以为说 你看上了我 所以觉得我有这个资格 我有这个潜力 所以才找我去入团 就后来看 不是 竟然还要调查 然后呢 调查包括了两个部分 这又是他第一次 真正切身的接触到 共产党的方法 这其实我们后来知道 这是共产党重要的 控制的方法 这个方法 那调查报告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个别的向认识我的老师和同学 调查我在言行两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缺点 第二 是在个别调查结束了之后 团组织召开一次全系师生大会 我必须出席听取大家的质询和评论 并一一当面回答和澄清 虽然当时云时轻松的度过了这个调查 但这个调查 他背后所隐含的组织对于人的那样的一种全面的控制 应该在他心里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如果团之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回录里面 云时特别说 他要记录一件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故事 因为这是他六十多年之后难忘的 自我更深切的一个批判 跟繁星 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949年12月下旬 有一位安徽同乡 到北宾马斯住宅来访我的一位堂兄 刚好呢 家里没有别人 所以由我接待他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在安徽的五湖传教 五湖那里呢 也有不少余氏的中心 所以他就告诉我安徽的近况 主要是讲到地方干部 怎样杀人逼钱的残酷行为 还有穷人生活 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更为困难等等 这是1949年12月下旬 换句话说 中共建国两个多月之后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我的左倾幼稚病 和狂热症就同时发作了 于是我深色俱力 驳斥他的事实陈述 所持的理由大致不出 刚刚捡来的宣传八股 他催不及防 满脸错愕 狼狈而去 但我当时如影狂犬 完全无法自治 不但失去了理性 而且人性也以歪曲的 所剩无几 大概十几天之后 我去香港 在上海亲戚家住了两三天 听到南方的情况 比那位牧师所说的 更为可怕 我虽然还勉强为之辩护 但心中已后悔 不应该对那位牧师 如此粗暴无礼了 时间越久 我的溃毁之感 也愈加加深 六十多年了 我每一思及此事 便觉得无地之容 如果说这件事 对我起过些什么样的 教训作用 那就是让我认识到 人心中深长的种种邪恶 一旦释放出来 整个人会被吞噬掉 也由于有这样的体验 我对于文革时期的 红卫兵现象 才可以有 比较深刻的理解 他是用这种方式 接触到了 具体 自己接触到了 中共 用这种方式 所以另外他就体会到 什么叫做激进主义 或者是极端主义 连他自己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 因为加入了主资 都会被激发出 那样一种灼起 幼稚病跟狂热病 换句话说 他最后悔的是 原来在他自己的心里面 也有这样的黑暗的一面 这一面一旦爆发出来的时候 最大最大的特色 那就是 拒绝接受事实 相信宣传 抓住口号 不愿意听到事实 不愿意去面对事实 于是 这也就是变成了 于英史先生 他在史学立场上面 尤其他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 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这个重要的态度 也就反映在 他对于 五四运动的 重新检讨 跟重新认识 这个部分呢 回忆录里面 讲的也很清楚 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因为在浅山的乡下长大 所以他原来对五四 毫无认知 毫无理解 等到回到了城市里面 他当然必须要补课 必须要去知道 到底什么是五四 刚开始的时候 什么叫做五四 都是来自于胡适 他的一个基本的说法 就是把五四运动 当做叫做中国的 文艺复兴 如果用文艺复兴 也就是欧洲的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相比五四运动 那文艺复兴又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这样的具有历史 知识 好奇跟热情的青年 他就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冲动 他去了解文艺复兴 可是他越了解欧洲的西洋的文艺复兴 他就觉得跟中国的五四运动 越来越不相似 所以再下来 他修正了这个想法 修正了认为 如果要比你的话 五四运动 不应该是要比 欧洲的文艺复兴 应该他比较像的 反而是启蒙运动 可是在更进一步的去说 他又发现 就连不管是文艺复兴 或者是欧洲的启蒙主义 启蒙运动 都跟中国的五四运动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最大的根本的差异 也就在于 不管是文艺复兴 或者是启蒙运动 他的改造改革的力量 都是内在的 都是来自于他的精神的源头 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是西方文化史的内在的发展 精神源头 来自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复兴 五四不是 五四虽然跟文艺复兴 或者是启蒙运动 有若干表面类似的地方 但是呢 五四的基本的改造的力量 是来自于西方 是外在的 他们是会冲击五四 那是西方现代的中心的观念 跟价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五四运动 根本就不是文艺复兴 也不是启蒙运动 这是一个新文化跟新思潮的 庞大的一个运动 它绝对不能跟1919年 五月四号所发生的事情 等同起来 更不能跟爱国运动 等同起来 云时在回流里面 反复的强调 那样漫长的时间当中 多少青年都爱国 爱国有各式各样的形式 所以不能用爱国的运动 爱国的思想来涵盖五四 那所以五四运动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只能够看 五四运动 其实真的最了不起的地方 在于新文化跟新思潮 把西方的这些文化跟思潮带进来 而且这个时候呢 是跟中国的传统 在进行各种不同的 有益的融合跟发展 从这样的一个历史角度 我们大概就可以更进一步了解 云时对于共产党 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 共产主义的兴起 中断破坏了 五四新文化跟新思潮运动的 原来所具备的 可能对中国所带来的 了不起的变化跟改造 所以他在回忆录里面 他说总结一句 我目前的见解大致如下 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 其核心问题是怎样接受 西方现代的若干中心观念和价值 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沟通 最后引导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但仍不丧失原有文化的认同 这一探索早在清末便已展开 不过到了五四前后才明确化 变成一个大规模有系统的长期运动 这是因为五四时期的知识领袖 对于西方的学术与思想 已有直接的了解 和前人的西方知识 间接由日本转手而来 例如说梁启超 完全不同 由此可见 五四作为一个知识或文化革新运动 发生在中国现代史的特殊转折点上 其精神源头在西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云时的历史看法是 五四未完成 五四之所以未完成 如果五四可以完成的话 就可以完成意味着 这里面可以形成一种 西方的现代观念与价值 跟中国传统文化 互相沟通的一种新的文化 五四之所以被打断 五四之所以未完成 是因为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兴起意味着 那样的一种激进的 极端的态度取代了 五四相对比较平和的态度 那样那种极端的态度 所带来的坏处跟可怕的地方 云时自己在1949年的年底 到1950年 他自己曾经经历过 这就是他的关键思想价值的背景 从此之后 他再也不会相信 激进主义 极端主义 也因此他不会相信共产党 不会相信共产主义 用这种方式 我们不只是彻底了解了 云时他的思想的来历 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了 他把他自己写进在 时代跟历史当中 作为让我们能够 用这种方式 探入那个时代 重新整理 跟了解那个时代的 重要的线索 介绍给大家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云音室回忆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